2023吉安同花季系列活动 23号在林务局华南工作站正式开跑 吉安乡公所同时也推出了 往年广受好评的小旅行活动 并结合乡内友善店家 推出消费吉祥惊喜小礼 获释折扣优惠 期待让乡亲及外地游客 深刻体验丰富的人文风情 2023吉安同花季系列活动 23号上午在林务局南华工作站正式开跑 由吉安国小旋乐团带来优美的小提琴乐章 为活动正式揭开序幕 那因为今年受到冬季 寒流的影响 所以说今年的童话也比较晚开花 那往年从我们南华年月圆期的童话 是在三月底一直到四月中 大概花期就结束了 那今年会比较特殊一点点 会从落在三月底 它一直会开到四月底左右 这花期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童话对于气候的温度的敏感度 是非常敏感的 只要冷气团的时间拉长了 它花期就会往后延期 那今年的童话我们预估 在落在四月初到四月中之间 是一个盛开期 吉安湘公所同时也推出了 往年广受好评的小旅行活动 并结合乡内友三店家 推出消费吉祥 惊喜小礼或者扣邮会 从三月二十六号一直到四月二十号 我们有一系列的游吉安看童话 了解过去吉安的故事历史背景跟所有的童游趣 我相信这个都是在非常资讯时代 而且呢是我们忙碌的社会里面可以找到一丝丝心灵的慰藉 跟亲子乐活的好地方 所以吉安欢迎大家一起来 同游吉安 童话小旅行获得乡亲热烈回响 目前三四月份报名人数常常爆满 五月份则是会在近期开放报名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吉安童话小旅行 粉丝专业查询 而吉安湘除了南华林业文化园区之外 在风铃步道、浩克广场等处都能看见有童话绽放 欢迎民众把握花旗 深刻体验吉安湘丰富的人文自然风情 共度温馨的亲子周末假期 记者徐丽晴吉安湘报导